昨天新增了四万四千多名的本土个案 虽然比前一天降低大约两千例 可是新增了一百一十八例的中重症 首度破败也成为了警讯 指挥中心也推估疫情将会在五月下旬的时候达到高峰期 还有医师认为到了高峰的时候 每天可能会单日确诊就有二十万例的海啸 还会持续两个星期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恐怕会疯掉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指挥中心预计五月下旬将达到确诊高峰 但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市井 恐怕没这么乐观 因为看看新加坡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共存 花了五个月才稳定疫情 而纽西兰也花了四个月 推估台湾得持续三到四个月 至少到今年七八月染疫数才会稳定 而黄高斌也推估现在染疫率大约1.3% 不过社区还藏着黑数 真实状况还得乘上五到十倍 也就是大约6.5%到13 换算下来会有151万到302万人确诊 高峰之际每天将暴增20万人染疫 黄高斌直言台湾人恐怕会发疯 因此专家也呼吁保留医疗量能是重中之重 新光医院感染科主任黄建贤表示 高峰险群如果是轻症可以收治检疫所 将医院留给重中症患者 高雄县医师工会理事长黄鸿玉也呼吁 民众出现呼吸道症状应该到基层诊所就医 由医师给快筛式剂及药物 不要急到大医院 除了要花长时间等待还可能造成群居风险 嗨 想全天候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吗 敬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 当然手机下载东森新闻APP 你也可以掌握新闻讯息 既快速又便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